环景制有機香米 榮獲今年金鑽米獎的金紙獎 包裝上的文字介紹 說是以台東資本濕地的水源有機栽培 孕育出豐富的生態 一旁還有台灣石兵和千色水棟等生物 但是卻有生態專家之一 這根本是表示不實 它裡面寫說引資本濕地的水 可是其實資本濕地周遭並沒有水田區 它上面的包裝裡面只講到的物種 有台灣石兵跟千色水棟 這兩種物種其實都不是濕地類型會出現的物種 有專家質疑得這樣的米 包裝上的生態知識卻不正確 明明說是引用資本濕地的水源 結果田區卻在台東大學對面 有欺騙消費者消費生態的疑慮 專家也質疑這包米雖然貼上 國內唯一以生態保育為主的認證標章 但卻沒辦法驗證這包米的包裝是否屬實 對此人會表示在地區標示上 其實有誤會 這應該是一個誤會 因為外面所講的資本濕地 是指資本溪口的一處濕地 我們講的這一個是因為 這一個產區就叫做資本的一個集團產區 在這個集團產區裡面 水田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濕地環境 這是應該算是一個形容詞 至於物種的標示不正確 是否會影響米的品質 農會這樣說 跟米的品質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想這個米的一個評鑑 也不會因為 也不會先看包裝再評鑑 那評鑑的過程裡面 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包裝 它米質好壞 跟包裝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強調包裝上的錯誤 農會也強調是合作廠商物質 會請廠商多加注意 產品目前不會下架 至於是否要改包裝 還會再跟廠商討論 TVBS新聞劉紀元成家 從台東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